如果同修刚学的时候经常梦见师父和观世音菩萨 那现在梦见的越来越少了 是因为同修学佛不精进还是什么原因 两种可能都有可能 一种开始的时候菩萨是跟师父是鼓励他 会经常看看他 等到后来了他学的好了正常了 那他可能少了一点了 还有一种你有求一求就灵 那么平时不来也没关系 听懂吗 听得懂 好了 还有一种真的是虚待了 那也不会来了 不理他了 哦 哦明白了 那上次有一位同修跟我说 他说因为 因为就是刚刚开始修 师父他们法身关心他们 因为现在修的人越来越多 法身太忙了 就如果老同修修得好 师父就不来就照顾新同修 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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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自己编的 法身 法身 你只要功德越大 法身越多 听懂吗 还这个找理由呢 观世音部下你一求不来了 是因为观世音部下忙不过来 是吧 跟人家一样啊 我没有 你一句话 印照片也就是 你如果需要台长的照片的话 我印一千张 一千万张 几千万张 上一张都可以送给你们的 这会 这会有多 还有少了 没有关系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嗯 好的 师父 就是现在有部分同修很执着于梦境 就觉得没有梦到菩萨 没有上天下地 出入自由 就是修得不好 还有的同修就是从来都不会做梦 就是师父讲过说他们是因为身体太好了 那么对于这种不做梦的 还有很少梦到菩萨和先进的这种同修 他们就有反馈说修行好像缺乏一种动力 我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常常梦到菩萨和天上的人呢 一定是前世很有修 那代表他现在的修行状态也很好吗 应该是这样的 实际上做梦并不是一件坏事 做梦是你的意识存在于你的思维当中 而在你临床上的一种表现 你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过去我们中国人讲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对不对 那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因为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那晚上会到你梦境来 那么如果你白天没想这件事情 突然之间在你梦境当中会出现 那就是有第三意识 就第三意识就是由他人传给你的信息 那对你来讲就非常富有一种积极的意义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对于从来不做梦 或者是梦不见菩萨的人 他怎么样来参断自己的前世 根基好坏 还有自己现在修行的好不好 那很简单了 首先你投了人家家里好不好就知道了 如果你投了一个非常非常穷的人家里 苦得不得了的 从小父母亲毛病产生 让你也遗传上很多的慢性病的 你说这个真机会好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你不做梦并不代表你修的不好啊 不做梦说明你的意识上面 上面还没有很强的一种负能量和正能量 对你产生一种威胁 明白了吗 他只有当超出的这个正能量和超出的负能量 才会在你的本身的心灵意识当中 产生一种冲击波 明白吗 这种冲击波 用那个电子学上讲叫卖冲 这个卖冲也就是说你好了很厉害了 菩萨会来加持你的 这时候你才做梦做得到 或者你坏的不得了了 把你拉到地府去了 这时候你才做梦做得到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就是他平常要不就不做梦 要不就一做梦了特别特别灵 灵的不得了 对了对 要不不生病 生起病来就死了 谢谢师傅